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大众的恋爱观已经越来越开放 所以有过多段情感关系的男女大有人在 尤其是演艺圈中的艺人 除了绯闻以外,现实生活的恋爱也从不间断 而且往往刚结束一段恋情 没多久就又开始了新的一段 甚至还有些刚离婚的也能迅速找到新的伴侣 实在令人震惊 相比而言,那些离婚好几年的艺人 若是再度求爱,更容易得到别人的祝福 因为爱情这种事情,痴情和细水长流最珍贵 如果频繁更换对象,难免会被扣上花心的帽子 而说到离婚再度传出恋情的艺人 孙邪志算是最受热议的一个 而与她传出恋情的女主夏宇童 也频频被媒体搬上新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夏宇童的人生经历 夏宇童出生于1988年8月19日 曾用一名是小米 本名叫马诗廷 是拉拉山泰亚族原著名 初中时与徐凯熙是同学 她是黑社会美媒之一 并凭借独特的嗓音与甜美的外形 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曾在民事沉迷一瞬间的歌唱比赛中取得冠军 而后担任该节目的助理主持人 出道十几年的她 不但演戏唱歌样样行 还曾在2011年推出一本旅游书 可说是位才华洋溢的女艺人 但可能因为名气未达一线 所以关于她的新闻一直不算多 直到被爆出与孙邪志同游的消息 才频繁出现在大众事业中 其实她与孙邪志的绯闻已经传了至少三年 只是一直没有正面认爱 前段时间曾有记者在内湖地盘 巧韵两人步出内湖孙家 女方穿着热裤露出一双鲜细美腿 身材和几个月前相比明显瘦了一大圈 苗条身材保持得相当不错 当日他们一起漫步到附近公园约会 直接夏宇童手拿爱情的狗链 当低头足边划边散步 接着两人再从公园原路折饭回家 其实当天敏感的孙邪志早知会巧韵记者 前一天还温馨提醒记者 开车要注意安全 夏宇童则透过经纪人表示 最近都是在录影主持 之前刚瞒完线上舞台剧 不读书俱乐部录影 至于女明星最在意的身材问题 她坦言 现在还在撞墙期 之后会搭配运动继续努力 不过孙邪志却不这么想 去她的经纪人透露 邪志没有觉得她胖过 所以不知道大家说她瘦下来要回应什么 粉丝们也都说她是一个大暖男 其实早在此之前 两人也曾一同出门遛狗 只是那时候的夏宇童 身材走样而显出孕度 外界也纷纷猜测其怀孕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 她只是在防疫期间 不小心感染变种病毒而已 事后她也在社交账号上 大方回应表示 她的确染上了变种病毒 跟自嘲说道 我心都要碎了 因为现在是个小胖子 不过随后也扬言要好好减肥 而这样的目标似乎也传到她妈妈的耳中 还特地给她送了花椰菜 及胸肉和一堆蔬果等减肥食材 她还借此机会探烟 其实减肥一直都是母女娘避而不谈的地雷话题 而且当时疑似怀孕的新闻出来后 夏妈妈完全没有说话 反倒是她着急的主动解释 我真的只是变胖 后来也没有继续讨论 她还探烟 其实妈妈从以前就会提醒她 记得少吃忌口的东西 少吃垃圾食品 炸货也尽量不要吃等 而她听完后 肥蛋不认可 还总是不高兴地表示自己就是想吃 不过这次妈妈也苦口婆心地告诉她 演艺圈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 所以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你的工作 发现夏宇童没回嘴之后 妈妈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我是舍不得你减肥 因为减肥很辛苦 看你被人家说胖 我是怕你难受 况且我也会难过 听见妈妈的告白后 她瞬间一阵鼻酸 最后她也表示 总之我会好好努力地受 健康地受 不让妈妈担心 许多粉丝也被妈妈的爱打动 替她加油打气 好在辛苦过后 她终于快要恢复巅峰身材了 此外因为这次的肥胖问题 夏宇童高中时的黑历史照 也惨遭起底 之前她曾受邀到节目 综艺大热门中做客 被制作单位找来的高中同学 曝光了当年惊悚照 超夸张的对比 完全看不出来是她 照片中的她 当时穿着熊毛短袖 身材相当风云 衣服看起来快要包不住 体型很明显 要比一旁的同学大上级好 现场来宾看到 如此惊人的形象 纷纷发问 这个是夏宇童吗 主持人吴宗宪跟条看到 这种身材还有生命力 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 另外她的高中同学也爆料 当年她因为身材太胖 不但被取了一个 像弥勒佛的绰号 还曾写情书给男生告白 但却因为身情庞大 而把对方吓跑 场面十分尴尬 对于同学的出卖 夏宇童自己也坦言 高中时期虽然身高不到 160公分 但体重却高达68公斤 除此之外 同学还加码透露 过去与她出公差时 因为赶时间想搭电梯 朝捷径 结果没想到她一进电梯 就尴尬地 拼拼发出超重的警示声 还等两人只好摸摸鼻子 乖乖去爬七层楼梯 后来她为了出篇 才开始发奋健肥 而且在短短9个月内 就疯狂甩掉24公斤的肥肉 堪称励志典范 而后夏宇童再度健肥成功 还与相差10岁的孙邪志 传出恋情 也算是双省离门 三两个人至今未公开交往 但彼此之间的互动 却越来越有爱 不仅在综艺节目上多次合体 网络互动也很甜蜜 前不久两人在节目 饥饿游戏中 同框玩游戏时 被问到 群群拍写真的地点 孙邪志兼秒答 害得夏宇童被惩罚落水 她还忍不住醋意 说道 你很了解朋友的朋友啊 我决定与你的关系 就到这里了 以后我们就做回普通朋友吧 花音刚落 孙邪志马上哀好 完蛋了 不过相隔不到一周 夏宇童出演原创音乐剧 不读书俱乐部 孙邪志马上转发分享信息 真诚呼吁粉丝赶快去买票 还夸赞 夏宇童唱歌很好听 暖心的举动 让夏宇童笑说 谢谢你的分享 你现在又变回我的好朋友了 孙邪志也回复了 四个笑哭脸的贴纸 瞬间闪下一票粉丝 直呼 老公帮老婆宣传 天经地义 此外 夏宇童的好友熊熊 也曾在节目中爆料 说她个性很小女人 连讲话都是情深信誉 现在就像一个小公主 全身冒着粉红泡泡 因为全身心都在男友那边 对恋情的暗示不言而喻 但两人面对这些桃色消息 却一直不否认也不承认 掉阻了外界的胃口 只是夏宇童之前 也与圈内人传出过恋情 男方是著名的主持人黄紫娇 当时她刚二十出头 比黄紫娇足足小了16岁 新闻刚爆出的时候 是男方线透露 已有新女友 还称对方是半个圈内人 交往是以结婚为前提 由此她被拍到下班后 开车到美食餐厅 点了餐点外带 要到名声东路小巷后 夏宇童上车 吃着她带的点心 两人畅谈半小时后才下车 那天正好是数十年 难得一见的日全时奇景 张小燕谈及交通恋 还幽默地说 人家说日全时会发生歧视 果然不假 紧接着又说 他们都是大人了 过去我不会管他们 私人领域这块 现在也不会 她正在出片 我顶夺是赔钱 但这个爱情 是他们自己决定 要不要谈的 黄紫娇则说 我不想隐瞒 但她在发片 事业是健在闲上的状态 公私不乐见这种事 我都可以理解 就当我是一厢情愿好了 她只怕恋情不稳 就被公开 等于见光死 至于为何找上年纪差距 这么大的对象 她说 她有一种特质 让我们聊天时 完全没有距离 还坦言 16岁其实不是真的差距 如果想法天差地远 哪怕只差一岁 也没法沟通 不过 虽然这段恋情 没有反对的声音 但后来却因为 各种原因无疾而终 事后也无人再提 近些年的夏宇童 虽然跨足音乐 戏剧等领域 亮眼的演艺表现 也备受肯定 但旁人对于她素颜的评价 却是见仁见智 日前她上节目时曾坦言 由于卸妆后 黑眼圈太重的关系 曾一度被某任男友 怀疑中邪 据悉 该任男友本来就比较迷信 加上对方那阵子 运气特别差 不是被偷东西 就是被车撞 结果对方收金完 回家当天 在家的她 除了顶着素颜 还因为恰巧肠胃不舒服 正好被男友 撞见自己要吐的画面 而男友非但没关心她 反而在看到她 要吐不吐的样子后 还嫌弃地说 天啊 我觉得你就是被魂体附身了 对方不只误以为 下雨同众戏 还一直要求她 赶快去收金 甚至还认为 之所以突然这么摔 就是她害的 让她一度委屈到哭 此外她还透露 由此虽然有化妆 但因为已经跑了 一整天的活动 随到了晚上 难免有些脱妆 没想到粉丝 却以为她是素颜 不论她多么大方的表示 可以合照 对方都频频拒绝 经过一番拉扯后 对方才松口探言 我觉得你气色真的很不好 如果不方便 可以不用强求 此次的误会 也让她尴尬得无底自容 但不管怎么说 在经历过一切坎坷之后 她依旧靠着难得的意义 在演艺圈磨爬滚打 而且事业已经很明显 有了较大提升 相信她的这份努力 一定能得到 越来越多的肯定 而幸福的爱情 也会幸运地降临在她的身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